原来日来国际油价如同遭遇了一场滑铁卢战役节节亏败 纽约油价和伦敦油价在上周一度分别跌至了4个月和9个月的低点 业能设为按照新机制国内成品油市场的有望在4月25号 也就是本周四迎来一次下调 此次下调不仅是新机制实施以来的首调 也有望会创下年内最猛的一调 本周期累计第八个工作日的主要原油品种的价格变动已超过负的6% 加之上次调价落空后累积至本周期的下调幅度 左创预计本轮调价的幅度将超过400元每吨 折合成升价9日3号汽油的下调幅度将超过0.31元每升 而零号柴油的下调幅度将超过0.34元每升 本轮成品油价格下调的消息将于4月24日下午予以公布 据悉今年3月27日国内成品油市场迎来今年首次下调 新定价机制也顺势退出 根据新机制 4月10日本是新机制运行以后的首个调价日 但因国内成品油价格应调金额低于每吨50元而没有调整 未调金额纳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底 越来人士普遍认为 由于近期国际油价跌幅较大 此次调价不会再次落空 好 wi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